你不想让我去 春花姑娘 春花姑娘 虽然一路走来 没什么主角光环 但就这么简简单单 被大家喜欢着 也不错 对不起 春花 你没事吧 是我不好 小白哪儿都好 我撞到小白 我还应该开心呢 春花 好 这么好的宝贝 藏哪儿都不放心啊 什么 成亲 你 借着呢 你笨啊 这个 我 也多亏小白你笨 要不然也露不到我手里 上次你提到婚礼的事 确实是我太笨 没有给你回应 思前想后 所以决定办一场盛大的婚礼赔罪 春花姑娘 秦洛峰 你来的还真是时候啊 怎么了 什么 我们啊 要成亲了 尚梦主 你我相知相遇二十年 没成想你竟然选了别人 放手 哎 冲花姑娘 冲花姑娘 我本来之前还忐忑不安的 你刚刚不是还度火中烧吗 来 拿着 嘘 这个东西我想了很久 我才决定交给你的 我和少盟主身边耳目众多 冷姑娘心思单纯 冯姑娘又大病出狱 再说 你马上就是少盟主的未婚妻了 这个东西交给你 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少盟主 恭喜啊 好 大喜事哦 好看 大喜事啊 小白要结婚了 你这是化眉啊还是毁容 你这个小夫君 我要把你修书出门了 你放心 我早就已经打开心结了 对 小白没什么好的 彩彩 我会一直守着你 守到你有好归宿的那天 还是冷姑娘对我负责 别忘了 好 我可是你的 小夫君 掌门 掌门 凤鸣山庄送来请见 掌门 凤鸣山庄的请见 好 神好 十日后大婚 那老夫真要恭喜少盟主了 多谢棱掌门 老夫膝下无子 一直看着你长大 你也相当于我半个亲儿子了 最近事务繁多 身上连个贺喜的东西都没带上 因长生果之事 江湖纷乱 也辛苦冷掌门了 少盟主 此时放心大婚 难道 是有了长生果的消息 今天冷掌门无意间提到长生果 倒是提醒了我 要当众相毁它 还得找个好的借口 把各大门派聚集到一起 直接说长生果在我们手里不就完了吗 笨蛋 那岂不是会打草惊蛇 眼下 倒有一个好机会 婚礼 叶星主 你可知我今日打听到了什么 我不是你的星主 不用什么事情都向我汇报 要是汇报给尊主 不知道我这条命还在不在 卿之一字 其意切切 也言 你比尊主无情 不用绕圈子了 什么事说吧 我去报给尊主便是 小春花 妹妹 妹妹 尊主 尊主 怎么是你呀 属下之罪 你有什么罪呀 走吧 属下有事禀报 十天后 凤弥山庄将举办 肖白和春花的大婚仪式 书下接待一封请见 小白订婚 是和春花姑娘吗 是啊 我很喜欢春花姑娘 少盟主 人品俱佳 是个好归宿 可惜我身在传奇谷 不能亲自送去贺礼 虽然我身在传奇谷 但是我没有一天后悔 瑟瑟 既然你想祝贺 那我就差人把礼物送过去 父亲你真好 能够陪在你身边 是上天对我的恩赐 我不奢求更多了 你 能不能不要再找长生果了 瑟瑟 你值得拥有更长更好的日子 可是你为长生果四处奔波 这样的日子怎么算好啊 夫君 我想让你答应我 我们一起共度此生 继续来生 这才是我想要的好日子 我答应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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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欢 傻妹妹 好妹妹 没有我的同意 你居然打算成亲